比如演员胡君 原先我们用来形容他的词都是什么 刚义啊 政治啊 庭 现在人家早就不走这一挂了 今天造型好像是最低调的 最低调的 多经典啊 胡君到底穿的有多经典 先看看和他出席同一场活动的林丹与宋宁吧 从体育界跨足时尚界的林丹 因为精壮的身材挑起了暗红色西装套装 虽然他只有1米76的身高 但是搭配起有黑健康的肌肤 坏坏型男的模样 知识让人想要多瞟鸡眼 我个人很少很少会穿红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尝试这条红色 我觉得自己蛮喜欢的 而紧跟而上拥有1米85身高的宋宁 从男模转行演员 还拉上太太齐心一同亮相 俊男美女的组合 穿上花里后烧的情侣装 养眼度更是满满的 我的衣服就是太太来学了 因为春天要来了 自己穿的春样然一些 所以看过了红男绿女 在这最后压轴的光头胡骏 就是标准的硬汉造型 黑色西装真是很经典 但是也毫无亮点 好在性格幽默的他 机智问答 瞬间让现场笑声不断 我这叫发型吗 我这叫发型吗 没有 我这叫造型 穿衣风格 穿衣 很随意 越随意越好 你这么一拍我看着 我感觉没事吧 站起来没关系 别老那么蹲着 打磨住我个高 真的 胡骏大哥有多高呢 官方资料一米八零 而我们问他腿有多长 他的回答也非常诚恳 我没量过比例 没量过 但是好像还比较 比例还是比较合适的吧 像我这种演习吗 什么就是 偶像剧来不及了 虽说树也有专攻 可胡骏大哥在宝贝女儿面前 却装不了坏人 那么就请在大荧幕上 将粗犷硬汉 继续进行到底吧 自由时尚上海报道 自由时尚上海报道